变形类的玩具我们见多了 但是以视频平台为主题依托 可发射弹幕又能变形的小电视 这可是第一台 外包风格干净简约 正面看起来甚至让人觉得 是某种智能电子产品 背后有更多实物的照片 但也没有很急切地将所有玩法 全部展示出来 一定程度的流空减少了过多信息 带来的杂乱和压迫感 内包的塑料骨架对主体的保护 做得很到位 配件并不算特别多 粉色的弹幕条占据了不少空间 贴纸说明书一样不少 其中说明书还以黑影形式 介绍了未来可能推出的配件包 看来B站对变形机甲的喜化 远远不止于此 对了 启动钥匙是预购特点 普通版现货是没有的 电视机方方正正的配色柔和 可旋转的小天线和可变的简单表情 是B站站宠的标志性特点了 仔细看面板现在还是挺多的 不过作为可变形的机甲 这无可避免 密合度算是可以接受 摇晃起来这一体性也不是问题 配上地台 放在桌面上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潮流摆件了 特别是如果你喜欢B站的话 变形没有特别的难点 涉及到了部分的插拔件 不过整体体验还算流畅 电视双眼还是建议去掉 前后错位会使翻转相对顺畅一些 之后整体转到地台底部 手臂和腿部的装甲都设计到了面板的层叠 交好的利用了空间的同时 也使机甲状态下的四肢有着厚度上提升 当然操作起来还是需要一些耐心的 人偶可以收纳在机甲当中 不影响整体变形过程 这点很亮 有两个地方要特别提醒一下 都集中在背部 首先是整个背甲可以向下推动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遗漏的变形环节 另外中间的灰色部件要用力挤压一下 这样它与地台支架的结合才会更加紧实 机甲状态下中间做的大眼妹子配合轻快的色调 奠定了整体风格取向 绝对的萌系机甲 柔和的配色下是一些很有特色的细节涂装表达 配上贴纸效果就更棒了 而且人家还真不仅仅是静静躲在角落买萌的 可玩性也很不错 首先从可动来讲 四肢摆动不在话下 手臂前面的小电视屏幕还可以取下来 当然因为整体尺寸的限制下盘可动没有那么丰富 接地性给做出来了 这个非常有助于重心的把握 中间的萌妹子可以取出来 制服加贵姿 配上可以转动的脑袋 完美啊 一体性还算OK 但是大臂两侧中甲的固定位 如果能再紧实些就好了 说到B站 怎么能没有弹幕呢 弹幕简直就是这个平坦灵魂啊 上了贴纸之后的粉红弹幕板 可以装在机甲大臂中 触发的开关就在肩部 来 咱们找好角度试一下效果 如果你恰好有人在B站观看这期视频的话 咱们一起让弹幕飞起来吧 在变形类玩具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 B站找了个恰当的切入点 电视和机甲形态都很精彩 更重要的是其具平台特色 特别是机甲状态引入了弹幕发射机关 这个创意值得点赞 至于变形 更多的是在一套玩具上实现两种形态转化的功能性 说到其中设计收纳翻转的过程本身 并没有特别的结构突破 倒是大眼萌妹子的一体收纳是个亮点